这组我们选的人里面 这些特别有个性的人的 他们的一个强项的地方 就是他们选的音乐 和他们跳的那个舞 并不是说谁都能去 做到好的 做到完美 做出他们那种感觉的 你看周永的音乐 很难跳 对啊 只有他一个知道 对 他真的好厉害 世外高人的感觉 就很低调 看不出来他是那么厉害的人 但是又很厉害 然后最后把外衣脱了以后 你就被他那样画一些 肌肉线条 我说他肌肉线条 就真的是 他的那个肌肉线条 真的像雕塑一样 像艺术品一样 真的 肌肉线条 就是身体的素质在那里 所以他才能做到这些 是吗 对 每一条肌肉都在动的 然后也看到你非常心动 没有 我只是说他能做到那样 我说他的是 就是他对自己的管理 和对自己的练习 你能看 从他身体上的肌肉 能看得出来 他是对自己严格要求 才能做到这种棒的人 这东西都是肌肉的控制 和身体的控制 但是 老实说 如果是那一场的话 我觉得他确实是输给RK 我觉得Battle确实是RK 是最厉害的Battle确实 还有他那条 他才能打架的那个感觉 我真怕他打到对方 那就麻烦了 对啊 自己能打自己的 我最后进上来 我就是在想着这个问题 如果慢慢后面要相处 一对人的时候 接下来我希望可以投放 多一点时间 跟他们去相处 打成一片 我自己这样的是 所有的东西 然后再来 然后再来 表达